大家好 現場所有的長官貴賓 還有現場所有的鄉親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 今日後來參加不可思議 客家禮服設計賞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君君 我希望你再做一次你阿久沒了 高雄市政府 還把師傅畢業 比一天 去年 就替一拜 記番的 客家藍衫禮服設計競賽之後呢 哇 大都大家熱烈的迴響 今年呢 栽培了記番 客家禮服設計賞 那發動的 被猶獎的全國的撒基斯 能夠好爽的 好爽的 Q彎來參加 我們活動呢 邀請了全國設計師 以及設計系的年輕學子 共同來參與 創作出具有傳統的 藍衫印象的現代禮服 那記本日內會成天吋 絲敗圈的作品 今天呢 會呈現出18件的作品 那都是經過初選脫穎而出的 等一下呢 也會透過走秀展演的方式呢 來進行決選 那今天的最佳人氣獎 也要由現場的好朋友 一起來投下神聖的儀票喔 那今天呢 我們會記番番獎典禮 今天呢 也會舉辦頒獎典禮 得到優勝的作品 也會有機會在客家婚禮中 由新人來穿上禮服 一同來亮相 那在這邊呢 下家婚禮 要不要拿出營的儲物 白禮 九孫 十點 在十點的紀盤 2022年的客家婚禮 也會在11月5號 禮拜六 早上10點的時候 在園區來舉辦 那歡迎大家呢 鄉哈瑞參加 歡迎各屆好朋友 一同麗麟參加 給我們新人 獻上最真摯的祝福 同時呢 也可以一起來欣賞 親手打造出來的 華麗禮物 然後呢 緊密發通一回四號